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聚焦了京剧武生张牌艺术的三代传承 通过讲述京剧武生名家张又玲的人生故事 展现了他几十年如一日 追随前辈振兴京剧永不停歇的艺术追求 本期节目将以致敬前辈先贤 品读武系精粹 共画我武为一样为主题 四张江湖败帖会引出哪些武生名家到场 英豪齐聚又会讲述哪些黎原家话 更有九位谋面的神秘嘉宾惊喜令下 使得张又玲感动慕名泪洒现场 欢声和笑语不断 感动与泪水相拥 更多精彩马上开始 还原名家本真寻回时代情怀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您现在收看的是荣媒体互动戏剧节目 绝儿来了 那记得在2018年举行了纪念 武生名家张士林先生诞辰100周年的积累活动 记得当时有来自全国各地 像北京 上海 天津 湖北等地的 14家院团的武生名家汇聚一堂 举行了纪念活动 堪称黎原盛世 确实搞一次纪念大的活动 要得到各方各面的支持 特别是同行 而且我觉得大家对我父亲的缅怀 也是对老一代的艺术家的缅怀 我特别受感动 记得当时来了很多的武生名家 我们现场有几个败帖 这几位名家一听说 您今天来到绝儿来了 也是慕名而来 真的 我来先拿出第一个败帖 请您猜一猜看 会是哪位英雄好汉来 看一下 天下风云出我辈 您会想到哪位名家 有很多人说 是看了他的那期节目 对您二位之间的友情 了解得更深了 是不是王瓶先生 武生名家王瓶 是吗 我们发小 来 我们掌声欢迎 欢迎王瓶老师 欢迎您 又一次见到当时 你再次欢迎王瓶老师 谢谢 快快快 请入座 刚才我一说呀 看了您的那期节目以后 其实很多人 对您二位的友情 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了 那今天呢 我们请到了王瓶老师来 我相信您肯定会分享一些 上次没说到的一些好的故事 我觉得张先生 他为什么今天能够成为角 我给总结了啊 他是这个家教啊 正气 舞台上英气 艺术又非常的勇气 最后呢 他就说我们同仁 还有非常大气 确实我们要说的太多 那么这次我要说说什么 就是说从小 我就没占过便宜 怎么讲 从生活上到舞台上 他永远是欺负 您比他小点是吗 小点 小一岁 小一岁 您老欺负他是吗 没有老欺负他 但是他老让着我是真的 是啊 我从小就是跟张先生在一块 连打带闹 打着长大的 打着长大的 我们俩老是拧在一块 比我比 从来没赢过 他永远是战胜我 等真正到了舞台上 他也打过我 我也打过他 这对手戏 他也杀过我 我也杀过他 这会平了 私下没找到的感觉 我们在舞台上找齐了 是是是 印象最深的啊 就是我们两个 有一次合作这个 狮子楼 他也是第一次演 武松啊 跟我说 兄弟 我演武松 这次你帮我来一活 我说什么活 西门庆 西门庆 没问题 有一段开打 有这么一个技巧 就是戴着那个压尾巾 有一个动作 开始呢是扔一个杯 然后武松拿刀啊 把这杯打掉 再扔弧 这个弧啊 扔完之后 武松要接住 然后接住之后 啪 还回去 把这个西门庆的这个压尾巾呢 这个盔头啊 打掉 要给打掉 啪 露出甩法 就这么一个技巧 这得配合 这得配合 私下 特别准 他老戴着帽子 露帽园 哥说的 佑林打网 我帮你 你别动笑 啪 啪 特别准 然后呢 那天 然后 那么 真到台上之后 佑林老师在台上 善于激动 他这一激动 我一看他一上场 就要坏了 他那眼睛已经 放光是吧 楼上 不是西门庆 都在楼上 真在楼上 耳杆下来 耳杆上来 来 我上去了 我一听他走道 事儿不对 你抬板杜 都震了 我就准备了 抹上了 杯子 啪 没打着 眼睛就盯着我了一下 我拿几胡来 再让他接住之后 蹦 就这一下 蹦 打哪儿 特别准 这地方 打的我 凡是流 眼泪 鼻子都下 能流的地方 全流下来 然后马上 就是跟瘦桃 那个 这块就起来了 肿了 这边看不见 这边 这边看不见 然后问我 怎么样 我说还行 他问我 打不打 我说打 你告诉我 哪儿是观众 往后就是观众 看他后 打吧 就这么打下来 故意的还是失手 这个演员 一到舞台上 激情上来了 都忘了 都忘了 什么都忘了 酒杯就没打着 见了酒货 他说你离我近点 我好 我就凑到这么近 我之后 那时候就不是到这儿打了 我真不知道 来 别回去 我的天哪 不要汤 特别要发达 汤 汤 汤 我在这边 他在这边 就这么近 完之后 他就汤过来 他就晃 我还唱不着 他就这样 实际上 洛林 你看我哪边观众 我就唱 是在天津演出吗 在外地 要在天津演出的话 那天津观众懂行 肯定就得输了吧 不是 现在在那边观众就说 你看人真打 从此以后 谁还敢跟您合作这出戏 确实挺对不起吧 好像 没有 挺对不起 后来我们又演这个 到合作战晚城了 就是天威 是我把他杀了 解气 张又林的 张又林 你也有今天 我们俩合作 我们那天天老说 王不离张 张不离王 黄金搭档 刚才我说那几个气 更主要的 还是从张士林先生 把这种家教传下来 这种威武 他跟同人们合作 特别在一起 不管自己的活大小 只要能够需要我 我觉得为同人们 提供任何的方便 所以有林老师举办过 若干次的舞系的大会 他就能够有这个能力 把我们现在从事 戏曲的这个 舞系这些个 演员 演员们 聚聚在一起 非常有号召力 我更希望张老师 能够继续坚持下去 让这个走好 继承张先生这个流派 然后把我们舞系 再掀起来 把我们这些个 愿意干舞系的人 再把它兴奋起来 扛起舞系传承的大旗 谢谢王平老师的分享 那要说今天来的 都是英雄好汉 接下来要上场的 同样是一位 在舞台上塑造 众多英雄人物的 您的好朋友 我也再拿出一个拜帖来 王老师可以帮着张老师 想一想会是谁 天下英雄 谁敌手 这口气不小 天下英雄 谁敌手 不会是 我们全国 腿最好的大舞生 王立军 王先生 为什么想到是他 英雄义是他的 杰出代表剧目 会是王立军老师吗 来 马上揭晓 掌声有请 欢迎王立军老师 欢迎 立军没想到把你请来 快快请坐 王立军老师 是我们观众朋友们 非常非常熟悉的 舞生大家了 应该在十年前 到了上海戏曲学院的 戏曲学院 从事副院长工作了 我们再次用掌声 欢迎王院长的到来 今天您来到这儿 得说说您跟 张又林老师的故事 又林哥呢 长我几岁 这个几十年了 第一呢 我是羡慕 再一个呢 就是佩服 羡慕是什么呢 就是他有一个好父亲 就是我们全国的 五生大家 张世林张先生 家学渊源 这个没办法 得天独厚 再一个佩服他呢 就是我们都知道 又林练功比较晚 是吧 他那个我们京剧 这个童子宫啊 又宫这个阶段 他错过去了 十七八岁才练功 能够成为京剧一大家 五生名家 这一个是佩服 再一个佩服呢 就是他受过一次大伤 我们都知道伤得很重 这个伤呢 所以我们都说 又林还能唱戏吗 不单能唱戏 现在还在舞台上 这么风光 这是又一世一个佩服 再一个还是一个佩服 就是什么 他现在传承得非常好 徒弟很多 而且都非常棒 一个一个 我觉得这个传承呢 刚才我们王明师哥也说 这个武器这个大旗啊 他得扛 谢谢师弟 王明天老师在很小的时候 应该说是跟着 张又林老师一块长大的吧 也是从小一起练功吗 我们那时候二十几岁嘛 都在当时中国大学院 五楼练功 那时常常都在那练 每天我们都见面 我记得有一回 那个又林哥跟我说 我回去我爸骂我了 我说怎么了 说你怎么回来了 又林说我练完了 你回来了 是不是王力军还在那练功呢 对啊 你看看你看看你 你看看人家 对去看人家 就说回来 又林跟我说 给我笑的 我和王平 王先生 我们是一个集团 我要是练五六小时 下来 人家就得上去 站几个小时 王先生呢 已然好想 人家就不下来 我就在别处小地练 我们就这么拼的练 比着练 所以啊 就没有当时的那种付出 没有当时练苦功 就没有今天呈现在舞台上 大五生的艺术形象 所以我们也要再次 把掌声送给他们 好不好 那接下来这位拜前 您想想会是谁了 哎哟 一壶煮酒喜相逢 一壶煮酒 我觉得要走到现在了 应该 能猜出来 看倒是我们天津的这几位舞生 哎呦 是不是会是郁杰啊 是不是他呢 来 掌声有请 古生名家 董郁杰 欢迎 郁杰啊 把你惊重来了 欢迎 今天我非常激动 我们天津五生 四个五生都到了 快快请坐 那董郁杰老师今天来到这儿 是不是也分享一下 您和张又林老师的一些点点滴滴 这个我非常崇拜我师哥 唱舞声来讲很横 横 就厉害 厉害 刚抢 他摔那一下 一般人回归不了舞台 就是这个咬牙这个劲 就够那个唱舞声的那格 是吧 张先生也这样 老爷子也这样 我刚才又看我们历车师弟 摄过大金 我预决实力腰不好 王平 死过 静椎 死过 我脸 你看看我们都受过大伤 但是我们现在都在传承 都在演出 都在坚守着这个 京剧这块阵地 所以就值得我们所有人敬佩 今天在舞台上 可以说聚齐了天津四帅 当年在天津舞台上 看这舞系过瘾 离不开四位老师的功劳 我们这儿也有一张照片 记载着当年的风华正貌 咱们看一下 咱们先来认一认好不好 大家看得出来吗 最左边穿蓝色的 应该是张又林老师 是不是 蓝色衬衣的 中间那位应该是董老师 然后那黑颜色衣服的 应该是王立军老师 那穿白衬衫的应该是 王平 王院长 对吗 帅不帅 我跟您这么说 先直接说颜值 我们天津经常搞 我们四个人的舞生大会 我们一带后台 先别上台 四窗靴子往这一摆 看谁高 看谁窄 上场了 看谁站得稳 那真是的笔啊 就从靴子就开始叫劲 从靴子 看谁高 看谁窄 高一点呢 就难度增加了很多很多 看谁窄 越窄 越难站 天津这几个舞生 之所以在舞台上较劲 四下里都是好朋友 但是有一个风气 我觉得跟天津这两位大家 都有关系 对 张世林 张先生 立国梁立老师 因为他们就是也是 四下里啊 好朋友 也是都各自准备自己的 绝招 绝嘛 然后但是台上 那都是配合的 非常的默契 所以说我们天津这舞生啊 有这么两个大家在那支撑着 所以我们只有把镜头 使在机工坊 使在舞台上 包括我们有时候演出 一看您演得非常好 观众也受欢迎 很兴奋 下来之后 如果说有一个小聚会 小宴会的 张先生那个表情素脸 脸非常素 第一句话绝对是 祝你们成功 看多素 第二句话马上 没什么了不起 这前面就是鼓励啊 后面就是让你 找着呢 不要骄傲 所以说我们呢 掌声也有了 应该有一些浮躁了 但是老先生往那儿 给你一压 这秤脱 对 随时提醒你 随时提醒 天津给丽老师 跟张先生 在我们当时眼里 就是两个大旗在标杆一样 我们笨 就是笨这两位老 榜样 榜样 今天特别难得 能把四位老师 请到一起 您就说说 我们现在这个大屏幕上 这个背景 可以看一下 我舞为扬 其实看到这个 我就想到了 张耀林先生有一本书 好像就引用 这样子的名句 对 去年纪念我父亲 诞传一百周年 这本书的题目 就是我舞为扬 它是上书里的 秦氏 有这么一句话 代表人 积极上进 这么一个 异语 对吧 我们的武系 艺术的后辈们 也都能够 发扬我们前辈 艺术家的这种 积极笑笑的精神 对 就聊这么多两天了 您没发现 您身边还空一个座位吗 是啊 这天津四三到齐了 还得有一位 神秘的嘉宾 那四位 武生不会又多一个 还有吗 我这还有一个拜帖 我们看一下 特殊嘉宾 规格英雄 质量广 规格英雄 规格 女士 那起码也认咱们 武生得有官 那不会是 咱们当今 官司庄官派艺术 最代表的艺术家 侯丹梅师妹吧 贵州金卷院长 来 掌声有请 好 师哥 欢迎欢迎 侯丹梅院长 欢迎 师哥 师哥 师妹呀 谢谢 您那个远道而来 而且您工作这么忙 你看这几个师哥 玉杰 崔宝玲是我同班同学 真的 七次班 院长好 你好 王宁哥 你这老朋友 好久没见 林宁哥 二十年前 看你的铁公园 还这么棒 欢迎欢迎 侯丹梅院长 快快请坐 快请坐 咱们坐下来慢慢聊 好不好 好 大致感谢师妹 侯丹梅长 跟我们分享一下 您跟张又林老师 是怎么结缘的呀 我是1999年 就是我搭班到天津 参加那个 到台湾演出 当时的话 我的铁公园 还是王平哥的 邦忠 邦忠 然后那个又林哥的是 王浦刚 当时我说 两名艺术家 那个时候真的 高攀不上那种感觉 我们配合演出 这个铁公园 然后我就觉得 两个哥哥特别好 特别是又林哥 然后在我演完 铁公园以后 孩子走 牵着我 到了乐队 给老师们 90度的鞠躬 然后又带我到 大一厢 二一厢 三一厢 所有每个部门 都90度的鞠躬 西班有一句话 搭班如头胎 然后我就觉得 到了一个 新的一个院团 有这么一个 像哥哥一样的 就是对我 就是特别的 爱护的那个感觉 我演完出了以后 还教我懂这些 礼节啊这些 而且我的那个 两个学生 拜在那个 又林哥的门下 然后他们就跟我说 感谢侯老师 给我们提供 这么好的一个平台 我们拜了这么一个 好的老师 在艺术上 在生活上 就是我们受益一生 我接了个秘密 其实呢 为什么要给 五美队都鞠躬呢 因为啊 他唱英杰烈 这出戏 他后有耍枪 他那枪啊 摆在那之后啊 万一边给抄走怎么办 你下来就赶场 你找到枪怎么办 我就让我们的 五美队老师 叫陈汉桥 我说 你钻住这把枪 别动 因为他是跟我是 特别好的朋友 人家就这把枪 检场都拿着这把枪 到最后呢 我说咱们一定要 给人家倒的辛苦 在2018年的时候 当时好像在贵州 也专门举办了 纪念张世林先生 看这100周年的活动 对吗 以前都是在电视上看嘛 什么大兴啊 他们很多 很优秀的这些 五声演员 我看完了以后 我就觉得 哎呀 要是什么时候 把他们领到 我方舟戏台来 演演戏多好呢 正好他说 我有个纪章的节目 完了以后 这么一个大型的活动 能不能搁在贵州 后来我说 好啊 我们是演了 五天戏 五天戏 不翻头 不翻头 他的这些徒弟 一个比一个棒 哎呀观众 我跟你说 就这么喜欢了 太好了 再次感谢师妹 圆了我到贵州 演出的梦 谢谢师妹 多了半天 还是一个五字 把我们这些五系 五谢缘 接缘在一起 对 记得当年 张士林先生 在晚年的时候 就特别想振兴京剧 是吧 是 在他病悲的时候 离世的前半个月 还写了四个字 振兴京剧 当年呢 人采访过我父亲 他就说 当前经济的最危机是什么 我父亲说两个字 师资 我现在老师会的玩意都少了 怎么教学生 如果说 我们不要是不把 老一代的艺术家传下去 那么到我们这儿 可能就画一个句号 哎 我觉得呢 大了 说叫传承 小了说我在进校 把老一代的艺术 传下去 尽大笑 我觉得这些老艺术家 包括张士林先生 他们用自己的言传身教 来给我们感染 张士林先生老有一句话 我不极先度能 对 又连我说 你们其他我都得说 对 包括那一次我做节目 就是喜佛山 就是那下家榜子 这下抄刀这下 这就是世林老师 给我说的这下 用上了 所以他对这几个学生 都不保守 都关心 只要看见 就说 特别喜欢他们 特别喜欢 因为那个 借着题目 我特别感谢张老师 为什么 张老师 给我说打虎 都我孙 同网镇 他给我说 同网镇的时候 还有这个单刀双刀 这个档子这时候 你自己记不了 张老师说 明天我早上拍戏 你过来 然后我说 我歇会儿 你 张小董替他拍 正面就提拔我 当时 我特别感谢老爷子 说到当年 跟张士林先生 学戏演出 我这儿还有一个见证 大家可以看一下 祝贺张士林舞台生活 65周年 五生大会 是 这是我父亲 去世的前一年 你看 燕荡山里参演的人 张士林先生 景仁庆先生 杨少春 陆云林 苏德贵 胡小毛 李甫春 阎帮健 王立军 西中路 王平 董玉杰 赵安 张又 当年 全参加了 当时几位是 在舞台演的是 兵 我们都是兵 投场 八个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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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队一出去 观众那好 我父亲还没出来 就叫疯了 那这八个兵 有咱们在座的四节 对 还有一个 五生名家 今天虽然没来呢 但是呢 也通过我们的视频留言 发表了他的心声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好不好 看看他是谁 主持人好 中路 西老板 观众朋友们好 张又林先生好 张又林先生好 我跟又林先生呢 也是三十多年的友情了 我在艺术上呢 也是对我是有求必应 我记得印象最深的 那就是在九五年 当时很多五生参加了那样的演出 在前面演出戏的五生后边还办一个 艳当山的兵 当时张先生也参加演出 那次的演出真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直以来 您在舞台上这种精神 这种对艺术的认真执着 真是值得我们后人学习 另外呢 就是说张派的艺术广传 您现在也是门徒众多 在台戏说戏这方面呢 普及京剧的这个张派艺术方面呢 也是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希望您保重身体 也希望我们的经济武器越来越好 经济豫术越来越好 谢谢 谢谢五生名家西中路先生 谢谢 我太激动了 我真的特别激动了今天 我真有一个想法 就是说我们现在拼来拼去 该拼什么了 下面要拼身体 拼好身体之后 我们能够继续传承一下 这个艺术 然后多带一些学生 我想今年我们都65 6了 咱们坚持到70岁 咱们再做武生 咱们再汇报一下 好 我们今天就相约 等到各位70岁的时候 咱们再来一个汇聚好不好 第二次来到我们节目做客 那今天在我们的舞台上 是不是也请张又林先生带来 张士林先生代表作艳党山 好 好不好 我就表演一段艳党山 我们再一次致敬经典 来 我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 谢谢张又林先生 刚才为我们带来的 《艳党山》当中的片段 那看您现在这个功夫还是了得 没有 没有 现在还会坚持每天都要练功吗 每天都在教学等于也在练功 因为教学得做示范 徒弟 学生只要跟我学有系的 一对一 必须一对一 有时候我在中系教学四个学上 五个学上也是一对一 一个系就得说五遍啊 对啊 之前听您说您说父亲当时给您教学的时候 那个时候说不好就会打 对 那您教学会这样吗 打很少 严厉是必须的 而且现在呢 学生们都懂 有句话 子不孝 不知过 言不孝 诗之作 那就是老师来看见了 哎呀行行行 就这样嘛 过去吧 但是学生都懂 你是真教 假教 现在学生们 他的也是水平很高的 他也希望老师能够严苛一点 让自己提高的更快 对啊 我看您今天这身行头 这个工医了啊 看来是要指点一二 今天正好有几位徒弟 咱们也再献一下 平常张又林老师在课堂上 是怎么教学的 好吗 好 所以我们通过一个环节叫 超级训练营 让您猜一猜 您都哪些徒弟来了 好吗 好 来 这五个字 每个字背后呢 都会有要上场的人的绰号 咱先看看这第一个字好吗 超后面会是什么样子的 土地出场 台坦错坏者 您会想到哪位学生啊 肯定是我的土地王大兴 为什么呢 因为走转灯啊 把台坦那摸漏了 就可见他得练多二遍 对 下苦功夫练 是这样 王大兴现在也是青年演员当中的佼佼者了 不错了 目前他是在 天庆经济院 一直现在就是在往那跟我学习 守着您身边 那我相信一定会带个好头 我们请他先表演一段 咱看看 好 来 早上就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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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下奔 黄脚心满腹不熟 以心通过药 安置为提熊沙 黄脚心满腹 暖子 江汉 but 阿培 黑道蒙河州躲过了 张庆羽扫干透霍他的脸 往前逃他将昂 前蓝儿龙山儿龙山 哈上 哈上 特别是两体的同好 张上 好 欢迎王大兴 谢谢大家 您评价评价刚才大兴表演的怎么样 这戏非常难 我们讲话 小便 疼头 腰刀大带 做到不乱不挂 非常难 如果说我要给大兴挑点毛病 来 你拿着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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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 打语 琴 钗 白 晨 鱼 飞 跳 真够严厉的 晴 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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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晨 那一点不行 大兄 你功夫特别好 精益求精 好不好 好嘞 谢谢师傅 好 谢谢 谢谢你的精彩表演 谢谢 刚才展示了一下 这个初步的严科 咱们再继续看一看 接下来会是哪位学生出场了 超级训练营的集 后面是高原上的来课 我是觉得 像平常在咱们这样子的 平原地带演出舞系 就已经很吃功了 在高原地带 如果演出舞系的话 他可能要面临更多的困难 就说咱们要普通人 上了云柜 尤其是云南 高原反应上不来气 如果一个学生也好 一个主生 在那种情况下坚持练功 真是让很感动 很感动 正因为这个学生感动了我 我才收他当徒弟 那您觉得这位学生叫 刘鹏飞 是不是刘鹏飞呢 来 有请 那你本事叫去 是吗 他会变成吗 是吗 什么事 他会变成吗 他会变成吗 我同团团的海 冰冰凉 左船的尖草满大 上沙的塔 起跑奔忙 想起了豪富不敌 越暗广道至今 白彷徨逃脚万不变 不安向回首尘土 两王 任亲情人大爱不放 恨不得大脱脱管 啥子不得大脱 不得大脱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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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能说是分地区 分地域的 那只能多练 就刚才这段表演 张老师也给指导指导 其实这戏很难 我们张志文这些东西 都零碎特别多 他还带马滚 还带什么飘带 后边你看 靠碎的不噎 这是很讲究了 而且不乱不挂 你看那四个靠琴 没有塔禅的 功很深了 而且他技巧走的也非常清楚 非常好 黄飞您也说说 为什么要选择这么难的一出戏 来展示一下 15年的时候 跟师傅学戏 师傅说 既然唱了历程 要学冀州 冀州历程一块唱 所以师傅就从很早以前 给我练这个五百四的技巧 你现在在学那个五百四的技巧了吗 对 在学那个技巧 但是呢 我非常感动的是 师傅亲自扎上靠 给我做示范 这个五百四的这个 给您留下印象 但是太深刻了 可以说是刻骨铭心了 会不会因为上一次的失误 后来会导致一些心理上的 一些阴影 到时候会 咱们 我们叫影范 影范了 翻个出场的状况 再也不敢翻了 对 尤其是我们讲话 一遭被蛇咬 十年怕警生 又引出一段故事 我88年 十二万脸又恢复唱戏之后 我爸爸有一次问我 刘连 他在你之后不唱了是吗 我说 我摔完之后 真是不敢走 一趴着有阴影 你出这么大错 我不说你是不说你 但是你要总结 怎么摔的 有没有大意的这个因素 能改范吗 我说我不知道 是啊 试一下 所以说 在90年的时候 我爸爸把这范给我改了 怎么改呢 就是什么呢 原来我是戴好了 那 这么个范 放上灯 你灯就容易灯滑 不灯了 戴好了 摆扶摆头 踢腿 我练了有半年 我说爸爸 我走一次你看看 快点 你觉得有阴吗 我说没有 我那个范都忘了 我现在想这一范 好 走 后来我从91年 一直又演了12年 戴你走 没出过一点事 那今天呢 我们也回复一下 当年您在排练场的时候 为学生示范动作时的 这个540的动作 走不动了 但是我就给他说个话 我们看看这个技巧 这是 就是给他做示范 做示范的时候拍下来 这个走这个呢 不许起范 这个动作你学了以后 有什么感受 我觉得非常难 学了多少时间 非常难 学了得有半年吧 师傅之前跟我说的时候 我做了好几次 没有做出来 师傅想想 峰飞把我靠拿来 我把师傅靠拿来 扎上靠 我看得出师傅 他也在思想 他也在做斗争 他到底是走不走 他做不做这个示范 最后师傅 还是给我做了这个示范 跟师傅学 不光学的是艺术 而且学的是武生的精神 做人的道理 谢谢师傅 也期待着你在云南地区 把我们的京剧艺术 武系艺术传承下去好吗 好 谢谢刘峰飞的带来 谢谢 那接下来咱们要看一看 超级训练语音当中的第三个字了 训字后面会是怎样的内容 来 马上揭晓 哥俩好 这怎么称呢 应该是贵州经纪院的杨炳旭和马洪光 应该是 为什么是他们俩呢 因为哥俩好嘛 他们俩从小就是搭档 特别这几年 我连续说了几出去 都是他们哥俩搭档 来自贵州的两位徒弟 对 那是不是他们俩呢 马上揭晓 这是您说的两位学生吗 这是谁呀 这是谁呀 您给我们介绍介绍 这位 兄弟 廖成 哎呦 人兄 您给我们介绍介绍 这个 这个 是江西经卷的著名武生 廖成先生 欢迎 欢迎廖成先生的到来 廖成先生 也是给我说四平山的老师 我的四平山 就是我的恩师 王朝春先生 还有廖成先生 还要廖成先生跟我说的 谢谢 谢谢 哎呀把你瞧了 真的是三十年没见 谢谢 这件事情呢 我是记忆犹新 因为 又林呢 他这个巡演到了江西 他说的 哎呀很遗憾 我马上上海完 咱们就回去了 但是我父亲给我交代 这个任务没完成 我说什么事 您说 想学一处四平山 南方的四平山 哎呦 我说兄弟 你问着了 我会 哥哥会 说我是这一戏呢 我师父教给我 不单教了 而且还演了 跟我师父一说 嘿 好事啊 这不多好的事啊 你先教他 最后我去给你看 就是这样子 给这个又林说了 这么一首四平山 后来用了多长时间 把这个四平山 那个戏给学会了 奇迹 我这兄弟啊 聪明 悟性又好 就是一天拿笔记 我就说一个词 记词 记完词以后 我给他说动作 说完动作 我再告诉他怎么唱 这是唱什么 这是弄什么 这是 就一点一点的 完了再比较 最末了我送他到火车站 咱们在火车站 跑步还在说呢 我说那个点是这个啊 别忘了那个点是这个 那个点火车站 就是这个样子 学了这么一首戏 这是这个黎元的佳话 这个190真是了不起啊 我觉得你也特别了不起 因为这个演员和演员之间 没有任何的门户之间 对 没有任何门户之间 所以让我觉得 特别的感动 对对对 那次学完戏以后 后来又见过面吗 没有啊 那也没见过面 没有 但您演出的时候 他也没有看到四平山什么样 没有 而且先生还说呢 就连你把你的录像 带给我寄过来 那时候交通也不方便 那今天我们就弥补这个遗憾 没有瞎话 没有 我们都给你准备好了 这不是咱们这个 旅园霸子用的锤 这个锤呢 怎么说呢 这个有点难度 不 我就记得啊 您不用 您看县长教学啊 吊就吊啊 我就叫 这东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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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师的朋友 说怎么这样多的你 看他们厉厉厉厉 看他们厉厉厉厉 怎能算有名上将 杀推那波满而浪 杀推那有名上将 本无尽尽的 一康四平山 四平山 好 好 好 太棒了 梁老师快点评点评 刚才都是他说学生 这会儿你给他知道 我这个贤弟 悟性太好 还记得吗 他的这些动作都记得对吗 绝对 绝对 咱也请教老师给示范一下 对 欢迎欢迎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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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刘老师 太棒了 张老师 刚才虽然说咱们这个 您猜错了 但是您看看那个内容 是不是哥俩好 是 太适了 想到哪儿 我也想不到人凶来 真的让我太激动了 祝我们友谊地久天长 好不好 也祝我们两位 谢谢 老前辈身体健康 谢谢 刚才我们再续了一段 梨园佳话 给您一个小小的惊喜 大惊喜 我没想到 三十多年不见的 一友 能够在一块 真是的 我真特别激动 那接下来还有两个字呢 先看链字后面有怎样的内容 请看 双喜临门 这会想到谁呢 应该是 我在贵州收的两个图里 叫双喜临门 去年年初 我收的贵州经济院的杨炳旭为图 在纪念我父亲 诞辰一百周年 在贵州演出的时候 演出的同时又收了马洪光 应该是 是刚才您说的哥俩好礼的那俩学生吗 对呀 是不是杨炳旭和马洪光呢 来 我们用掌声欢迎他们 欢迎两位 是 是 好 哦 啊 好 我 骗 我要 好 好 谢谢两位精彩的表演 就刚才他们俩的表现 师傅您给看看 先说丙旭 这垮衣最难办 为什么呢 她这个特别素 越是这种东西 越难办 所以说你看丙旭 胖儿 护领 大带 应该讲话长短 没挑 从半向上 看后边 我这一出气下来 这儿没起不来 说为什么呢 俩膀子开 我们看好角的看这儿 将来能成好角 老师给这么高的 师傅教的好 师傅教的特别细 我头次看的时候 我觉得这五生不错 就是没人给规范 这几年 真是突飞猛进 天津的《炫耐青春》 一百多个演员 第一名第二名 突飞你们俩拿到了 这在天津地区得奖 对 这位 首先你看刚才 他特别不犀利 这台拿起来就摔 当着全国的院团 我可以再这么说 这样的五花脸 不多 但是我要是 阻碰我的头领 注意安全 注意安全 这套手串打得 非常没挑 太棒了 再次祝贺演出成功了 非常好 你们俩也分享 为啥叫你俩双喜呢 是这样的 师傅第一次开山门 收了三个师兄 大师兄 二师兄 三师兄 完了师娘觉得 这是个喜事 就叫大喜二喜三喜吧 然后后面再排 我们也是喜字 然后我是七喜 她是九喜 所以是双喜临门 谢谢带给我们的精彩表现 谢谢两位 现在就剩最后一个字了 银字后面 铁齿铜牙 这不是季晓岚吗 我今天帮我 由于耍牙的技巧 交给了这个 河南省经济院的 我的徒弟李延柯 让他学这个耍牙 不会是他吧 会吗 来 马上揭晓 谢谢 是的 Valent奇 anie 是的 震材 演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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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谢谢 这是金钱豹当中的一段 金钱豹一般的 全是黑的 对啊 我还在想 这个是个白豹子 对 但是这没跟铁齿铜牙有关系啊 当年我父亲说 金钱豹这期还有耍牙的 我说爸 是我也看过 我能不能学 能学啊 去 到金南找你师哥 马文宽师哥去学去 我就去了 我记得好像是一个老单元 上了楼之后 先请我在家吃的饭 吃完饭了 拿清水竖竖口 拿这个小袋 拿了之后 我耍 你看他 你耍 我教 明白了吗 我明白 我搁不进去 不习惯 习惯就好了 后来我师哥 教完耍牙之后 师弟啊 送给你了 那后来有没有再去见过 这位马文宽先生呢 可能前几年没有了 就学完以后就也没有再跟他有过来往 沟通都没有过 没有 其实刚才张老师说的这番语言家话 今天有一位见证人 也来到现场了 想分享一下他的感受 来 我们掌声有请 是谁 您好 您跟我们打个招呼 师叔 认识什么吗 我不认识 我叫马登峰 马文宽先生的 对对对 我父亲 马文宽先生的公子 身体挺好的 还行 您挺好的 我挺好的 两位从来没见过面是吗 没有 那个 来 这个 这是 对对对 这副鸭子 都是 您看看 是不是当年父亲身边的 对对对 对对对 是 之前有没有听过父亲说到过 赵又林先生呢 经常说 父亲怎么说 他说 听到 他就说 听到那点试验 他很难试验 他那靠马戏 特漂亮 他怎么不能以后 他那靠戏子 不再乱里 他说这时候是谁都喝不了 别这样试试 没事 人家倒是老了多这样 没想到今天见了这么多老朋友 我们今天也特别高兴能够把马文宽先生的公子请到我们的现场 其实我们也是费了好多的周折 也想完成张又林先生的这样一个心愿 开始我不知道 他们当时说来个电话 问问 找我 我说谁找我 他说平安军团唱五声的 我说谁找我 我转业都三十多年了 到当时说明白了 是谁 我说这 说了这个事了 找着人找我 最后到泽州打听了 打听他们告诉我了 我说来 一定来 连科 来 鞠躬吧 我这副牙 依然传给了我的徒弟连科了 让他来继承 可以 您来照样 你说说你会怎样 我一定好好地保存 好好地继承 我会继续努力 把师父所传授给我们的这些艺术做到最好 以后咱们就常联系 好 咱们一块给主持人 给咱们拦组 鞠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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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特别感谢 请到了马登峰先生 来到了我们《久而来的》的舞台 再续了一段黎元佳话 最重要的是把我们老师的这些绝技绝活流传下去 把前辈艺术家的他们的这些精湛的记忆传承下去 那说到这儿呢 是不是还请我们的张又林先生表演一段金钱报 好不好 好 我就来金钱报的头场 其中呢 有一段耍牙 告我一下 马文宽先生 还有 马登峰先生 您做现效 好吧 好 我们讲诚欢迎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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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